新竹有一對新人 在新竹新埔的一處莊園 來辦喜宴 不過菜都還沒有上 室內的蒼蠅就四處亂飛 現場的服務人員 拿著蒼蠅拍都打不完 廚房更是放滿這個蒼蠅板 還有小孩直接吃到了蒼蠅進醫院 不過現在莊園的處理態度 卻是完全不積極 還不斷的推卸責任 讓業者也很無奈 懷疑是這個颱風過後 加上附近有機設 才會出現很多很多的蒼蠅 不過現在他們也向新人 來道歉做出賠償 餐盤上蒼蠅四處飛舞 客人揮手想趕都趕不走 數量之多 連餐桌上杯子上到處停留 這裡是新竹新埔的一家庄園餐廳 有新人月初在這裡舉辦戶外婚禮 沒想到卻是從室內到室外 處處可見蒼蠅 景象可怕 甚至還有人吃喜宴吃到住院 懷疑是跟場地出現蒼蠅有關 在走道跟整個環境稍微做低劑量的 吞環境用藥 但是可能是因為時間的關係也沒有辦法 只能用這樣子的 就是對人沒有危害的狀況下噴藥 但時間也緊迫 那在後來因為食物開始出來的時候 就蒼蠅去集更多 重為現場張園確實地處大自然 附近有菜園有機設 業者也說開業至今從未碰過類似狀況 但就在舉行戶外婚禮的前一天 颱風過境 隔天婚禮卻是陽光普照 懷疑是天氣變化 加上戶外有機設 才會造成婚禮上蒼蠅處處 我們的致歉 說這個造成的因素 我們那我們也是說稍微做一個禮陪 他本人跟父親新人的爸爸 新郎的官的爸爸也都同意 那所以我們也是在改善我們的環境 原來那個地主養的時候 他就有消毒 那現在他沒有消毒 我們沒有辦法跟里長反應 那里長就跟他講 他說我會消毒還是一樣 業者事後一向新人致歉 同時也做出小小補償 不過這蒼蠅問題實在擾人 成為現場也正在進行清消作業 就是希望能夠還給庄園餐廳 一個乾淨空間 也讓上門的客人新人能夠安心放心 記者顏蓉新竹報導